1995年出生的李家荣在他的家乡已经颇有名气 这个女孩居住在中国梅花路之乡 长春市双阳区路乡镇 目前担任路乡青年路业协会会长 记者近日在李家荣的家见到她时 她正在做线上直播 推广梅花路相关产品 这也是她当前的工作常态 李家荣太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养路 家族传承到她这一带已有百年养路史 大学毕业后 李家荣决定返乡 推动家乡的路文化路产品不断走向海内外 在大学 李家荣就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未曾想这些专业知识 让她在发展路乡产业时如虎添翼 与长辈们不同 李家荣善于利用专业优势推陈出新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不断扩大梅花路饲养 农夫产品加工 梅花路文创产品等内容的传播渠道 路乡的名气更响了 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路乡人收入也更多了 我们通过拍这个优质的短视频 然后进行一些品宣 然后做这个宣传 一方面是宣传自己家的这些产品 一方面宣传自己家的这个路场 还有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梅花路之乡的这样的一个宣传 然后后来我们又延伸到这个电商产业 在线上做一些销售 并且呢通过这个线上销售呢 我们去年的营业额大部分是 大概是提高了70%左右 长春市双阳区具有300多年的养路历史 路文化底蕴深厚 是中国庭院饲养梅花路的发源地 截至目前 当地梅花路总量达到29万只 养路户达到1.3万余户 年产路容450余吨 路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亿元人民币 2020年4月 长春市双阳区路乡青年路业协会成立 与李家荣一样返乡就业的青年们抱团取暖 路乡文化不断做大做强 现在呢我们在打造属于自己的这个梅花路庄园 然后也带动了周边的很多的这些农户和大学生 贫困大学生 现在是有120名这些贫困户呢 有的是我们给他们提供这个养路的这个技术 有一些呢我们会给他提供这些优质的梅花路种员 还有呢我们就是也会把他们招纳到我们的公司来 然后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工作岗位 并且会做一些这些扶贫的项目 目前李家荣自己的公司养殖梅花路1200余头 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4052万元 李家荣始终坚信农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作为 发挥我们青年的能动性 我也会接下来带动我们这些青年的这些会员成员朋友们 然后一起去把家乡的这个路产业发扬光大 然后做好这个路乡人 然后讲好路乡的故事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